内行故事低调说 今天介绍一部 小伙是职业赛车手 考驾照时给教练表演飘移 速度太快 车爆飞了的电影 《飞驰人生》 话说冠军哥曾经是一位连续舞界 拿下汽车拉力赛冠军的赛车手 五年前他为了搞定儿子小宝的学籍问题 参加了非法的地下黑车比赛 结果被警察当场抓获 就此冠军哥失去了参加汽车拉力赛的资格 甚至驾照都被叫嚣了 经过了五年难熬的竞赛期 冠军哥终于重新通过仲裁 再次拿到了参赛资格 冠军哥得知自己从获比赛资格后 那时十分激动 彻夜难眠之下 他忍不住给自己的领航员长发哥打了个电话 长发哥表示自己在游乐园演怪兽 并且跟冠军哥相约第二天游乐园见面 转天到了游乐园 冠军哥终于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好哥们长发哥 长发哥表示愿意跟冠军哥付出 再战江湖 只是不知道冠军哥车改的咋样了 冠军哥则表示 车还没有呢 自己明天要去考驾照 长发哥当场就崩溃了 他大声质问冠军哥 这五年都干嘛去了 冠军哥则是表示叹息 五年前 由于飙车他被吊销驾照 还因为影响车队荣誉和广告商形象 赔得一千二百 这五年的时间 冠军哥依靠在街头摆小谈 卖炒饭抚养儿子长大 实在是没有时间改车 练车 他每天只好拿着板凳 自己用脑子模拟练车 这一练就是五年 不过冠军哥表示 自己对赢得比赛很有信心 之前的新锐冠军 英军哥能获得冠军 那是因为自己没有参赛 自己参赛了 英军哥肯定是亚军 在冠军哥看来 现在自己距离赢得比赛 就差一个驾照了 于是第二天 他们来到驾校 准备考个驾照 在教练面前 冠军哥准备给他捞一手 展示一下什么叫冠军车手的技术 但和教练车不太配合 冠军哥一顿操作猛如虎 结果还没出发 教练车均因为发动机爆钢爆肺了 而冠军哥也因为破坏公共财物 直接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与此同时 代表目前汽车拉力赛 最高水平的英军哥 正在做赛前练习 相比于冠军哥的寒孙 英军哥那是财大气粗 练习以下 都有直升机跟在后面做数据监测 另一边 我们的冠军哥又来考驾照了 这次他准备了两万块钱 算是给上次破坏公共财物 做了个赔偿 在取得教练的同意后 冠军哥再次进入驾驶室 直接给教练修了一把 教练车飘移入弯 飘移侧方位停车 总算是搞定了驾照 拿到了比赛资格 下一步只要搞定赛车 就可以参加比赛了 可是等到长发哥和冠军哥 找到原本的车队警理时 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那就是由于冠军哥之前的飘车记录 公司不愿意跟他合作 因此冠军哥得不到车队赞助的赛车 不过警理看两人比较可怜 还是拿出了当年冠军哥比赛时的赛车架子 让冠军哥自己去想办法改车 为了能够继续比赛 冠军哥仍然不打算放弃 他找到了王牌改车是胡子哥 胡子哥表示 要先攒出来一台基础级别的拉力赛赛车 需要120万人民币 而这五年 冠军哥炒饭赚了30万 那剩下的钱就只能去拉赞助了 不过冠军哥拉赞助的道路有些曲折 他找行业大师拉赞助 结果大师推送给他一只山羊 他跑到选秀节目上拉赞助 又因为羞于开口 把球赞助绣在衣服上 可是因为选秀节目时间太短 冠军哥还没展示自己球赞助三个字 就被丢到了镜头之外 实在没办法的两人 只好找到了黑帮大佬光头哥求赞助 光头哥当场就答应了给两人赞助 但前提是两人一个人唱歌 一个人伴舞 给自己来一局 为了能够顺利比赛 冠军哥和长发哥只好忍着屈辱 真的为光头哥唱了一局 就这样两人靠卖唱终于拿到了100万 获得了再次比赛的资格 好快比赛时间就要到来了 冠军哥和儿子坐着飞机赶往现场 而长发哥则开着香火 载着赛车从另一处地方出发 结果在半岛上香火突然爆胎 长发哥在会接近比赛现场的地方翻了车 可到冠军哥来到比赛现场 看到的却是已经摔报废的赛车 而此时冠军哥已经没有钱继续修车了 无可奈何之下 冠军哥只能无奈的选择退出比赛 关键时刻英俊哥站出来阻止了他 在英俊哥看来 胡迪实在是太过寂寞 现在他希望冠军哥能够跟自己比赛 所以他主动提供配件和设备 让胡兹哥修复了冠军哥的赛车 就这样中国级别最高的汽车拉里赛开始了 冠军哥一路风驰天车 英俊哥也一路迅猛如飞 就这样两个超强赛车手龙争虎斗 冠军哥仅仅落后英俊哥几秒钟的车程 在巴音布洛克最后的下坡赛道上 俩然开始为了争夺冠军自最后的努力 关键时刻 冠军哥的汽车出了问题 他的汽车刹车油出现了泄露 但是为了赢得比赛 冠军哥非但没有收油 反而大力踩住油门 他太渴望证明自己 终于在最后的赛道 他跑出了比英俊哥更快的数据 可是在比赛结束后 冠军哥也因为刹车失灵冲出了赛道 飞驰到了悬崖之下 自死拳击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从来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都要慎重思考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